我给大家拍一下有一些独栋还没有交房的社区 给大家讲一下 这种房子就叫独栋 你看到没有 它的门口有自己的driveway 自己的车道 然后呢 这是这个社区的主路 然后两个房子中间的距离就比较远 然后呢 它还有自己的前院都需要来自己来坐 看到没有 前院这些花花草草都需要你自己来坐的 这还有前院有后院嘛 这是它的前院嘛 独栋的话 它没有公用的driveway 这样的话 就是它的房间的距离 房子和房子的前后距离就会稍微远一点 你的私密就会很好 我现在给大家拍一个 不是独栋 再看这个房子 这个房子呢 虽然它没有公用的车道 但是它没有 它也不是独栋 因为它的门口就没有车道 没有driveway 看你这个车必须要停到房子里边 这个就也不是独栋 那么是不是有自己的车道就是独栋呢 也并不是的 我们看这个 它是六家一个围核 它有公用的车道 进去了以后呢 每家每户门口就有自己的车道 这是一家 这是一家 这是两家 这边两家 总共是六家 六家一个围核 那么它有自己的车道 这种呢 也不叫seekgoo family house 也不叫独栋 它的私密性就会不太好 因为六个一个围核嘛 但是呢 通常的话 你有自己的车道的话 可能更好一点点 因为路上停的车就是少一点 我前几天在客人看房 那个客人告诉我 他之前的经纪说 这种车库和门 在一个方向呢 就叫独栋 可能他那个经纪 对seekgoo family house 理解不太准确 这种呢 也叫condo 这种四家一个围核 或者是几家一个围核这种 它有公用的车道的 这种叫detail condo 这是小区的主路 我今天拍这个视频的意义呢 就是帮助大家分辨 用一些关键字去分辨 独栋和detail condo的区别 独栋呢 当然更好 因为它的私密应该会更好 密度更小 你像这种房子间和房子 离得非常近 就是这种私密性特别差 假如说 你的两个房子是在这里 这边一栋 这边一栋 那么可能它的房间离得比较远 它的私密应该会更好 对吧 然后它有自己的drive位 自己的车道 我是轮廉地产经纪李明 我是指分享干货的地产经纪 感谢您的关注 关注我 带你看美国 带来到这里的车道 带来到这里的车道